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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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MOLO7 我是賽亞彪賓 今天呢 要來開箱新車 就是光陽呢 前一陣子出了四台車啦 那反正我們就 用公司的名義 來訂了四台車 那今天呢 有兩台車已經到了 那我們現在在板橋的 森榮車業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新車吧 這就是我們這次要介紹的兩台新車 第一台K1 算是名流的後繼車款 來店長 你覺得K1這台車 推薦給什麼樣的族群 推薦經濟又實惠 希望家裡的人買東西的時候 是爭取到最大的空間 字幕箱真的很大 我們從這邊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是整個名流車系 一直想要帶給我們台灣使用者 台灣消費者 沒錯 這台車就是 坐墊長 其實這個在中南部 可能大家就是比較 比較容易會刪貼啦 我這樣講白的 所以我覺得在 不是那麼適合 可是我後面 老婆抱著小孩 真的是名流 坐起來是比較舒適啊 沒錯沒錯 這台東西放進去 有的時候我們在想 我們上次測過肉粽 它裡面大概放個五六十顆肉粽 我現在目測大概也沒什麼問題 是啊 是啊 因為長 而且夠深 就好棒的東西 剛剛我在行照上面就有注意到 K1也有LED嗎 果然真的有 那我覺得這也是名流車系 首度搭載LED燈對不對 是 那LED燈的好處就是 真的你在晚上的時候 因為你照射範圍廣 亮度夠 而且它的燈光顏色是比較貼近 我們白天在騎乘的狀況 沒錯沒錯 所以你比較不會產生誤判 沒錯 那如果說在我們使用黃燈的話 那它在晚上看起來 你東西看起來會不太一樣 尤其原本該是白線的 你可能看成黃線 沒錯 就是比較誇張一點 總之LED燈就是幫助你在騎乘上 尤其是晚上是更安全的 所以K1率先在我們這種比較平價實用車上面 搭載LED燈 對 是 光陽算蠻用心的地方 對 而且還特別變成是K1 No.1的意思 早期以往都要150以上才會搭配到後面 兩支避震器 那125就直接幫你搭配到兩支避震 所以增加後面的穩定性 了解 其實雙避震器過去啊 其實就算是一個運動車款的效果 是 實際上你在雙載或是你在載物的時候 它也可以幫你承載後面的重量 而且兩邊是比較平均的 所以提升起來我覺得第一個 舒避性還有安全性也是增加的 所以有兩支避震器 的確會比單機的來得好很多啊 那我們這台車最大的差異就是還有一個ICBS ICBS 對 連動煞車 沒錯 比之前的CBS等級又更高一點 對 因為我們以前以往都是 上面是古煞式的 拉線式的 對 那我們現在改用了油壓式的 對油壓式的 所以它可以靠壓力來做平衡 沒錯 而不是直接靠鋼索 就是我這邊拉我另外一邊也直接扯那個力道 沒錯 所以用油壓它兩邊的力量一定會比較平衡 是的 來看一下 前面呢是搭載結煞嘛 對 後面是古煞 對 古煞 所以它利用油壓的方式再去推動 古煞的 連動後面的古煞 沒錯 其實我最近遇到非常多的車主 或是騎車的族群 他們就是平常有在接外送 所以對於這種平駕車實用車款 他們也特別注意 沒錯 尤其在我們一些實測還有一些報道裡面 都反映出來 大家不是只有運動車款才來看報道 是 對於那種實用車省油車也是非常在意 是啊 是啊 重點當然還是上路來做一下實測 沒錯 騎上K1啊 這跟我剛剛在試騎RCS 兩台車的調性真的蠻不同的 首先是它的整個懸吊來說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運動化 所以它的路感是比較模糊的 但是對於騎乘來說 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這麼需要你去感受 它前輪的抓地力或是後輪的抓地力 也就是你可以比較 放心放空一點的去騎它 我覺得這是一般國民車的特性 就是它的個性不會特別的顯著 這邊我要特別提的是它動力的部分 你可以感受到說它的加速 我覺得是還蠻順暢的 而且當你放油門的時候 它是比較可以進行滑行的 這也是國民車它省油的一大鼠音 就是你可以利用它的滑行 來增加你的油耗數據 那你每公升的汽油呢 可以跑更多的耳塵數 是它的重點 新的KRN它是有搭載 所謂的ICBS 就是說當你煞前輪的時候 它會連動到後輪 那前面是疊煞 但還是負擔主要的煞車的力道 但是它會幫你呢 利用油壓的方式 也驅動後輪煞車 所以當我在急煞的時候 車頭還是一樣會下沉 可是它會輔助後面的煞車力道 讓整個重心不要轉移到這麼前面 讓後面呢 後輪的煞車 輪胎的抓地力呢 也來負擔你的減負 整體而言我覺得K1 延續的民油車款的特色啊 坐墊非常大 而且非常的舒適啊 非常的軟啊 而且寬大 所以乘坐起來 當然我不管是 你後面有在一個人 或是在包一個小孩 我覺得空間上來說都是足夠的 那整個騎乘上的話 我覺得重點在於它的省油性 當你在放油門的時候 它滑行的距離 是比一般的運動速可達要來得多很多啊 這也是它的一個重點 那再來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實測 看看它一公升 究竟可以跑幾公里 大家也請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